我的小白 她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了 小心喷水纹 已经来不及了 蚊子已经盯上了她的屁股 就是白的屁股 糟糕啊 忽然间白觉得 原本热热的身体变成冰冰的身体 好冷 好冷 好冷哦 冷死她了 但是这次啊 白可学乖了 她不再开口讲话了 也不敢再生气大吼大叫了 因为她想 嗯 上一次被喷火纹丁到 一开口就会喷火 那这次我是被喷水纹丁到 那一开口不就是喷水吗 呵 结果这个时候她只能 等着扭曲的表情 非常尴尬地微笑着 看着所有的村民 这个时候村民每个人也看看她 村长就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 孩子 你千万不要开口讲话 因为你一开口 刚刚你帮我们生的态了 又全部都熄掉了 拜托你 拜托你 哎 还想说 但还是被自己的村庄却好了 这个时候啊 她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村落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刚天晚上她就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了 云那两只蚊子 跳着舞 我 她又默地离开了这个村庄却好 我 她又默地离开了这个村庄却好 我 她又默地离开了这个村庄却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 我和你一人遵守着诺言 出了时间 还能有什么